未来世界,基因技术有多可怕,老年人服用后,竟变身成巨大的恐龙,黑青老板建造了侏罗纪养老院,辛普森一家来探望爷爷,飞机上大家参观了侏罗纪的地带遗址,养老院就处在公园内部,这里空气清新,但丽莎觉察到异常,因为地图上没有这个小岛,院长介绍老年人公园,他们用未经试验的基因药物给老人们服用,但介绍副作用时,却快速跳过,当大家看到老人们,就打消了顾虑,爷爷的力气一呼寻常,甚至还在车里, 锻炼身体,他们哥哥生龙活虎,精力充沛,黄妈表示爷爷比之前更有活力,只可惜这里有点冷,大黄武士危险警告,擅自调高了空调的温度,突然老年人的身体感觉不适,竟长成了恐龙的模样,管理员大惊失色,老板透过显微镜,看到细胞变成恐龙,直接咬死了秘书,公园内的老人逐渐失控,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下手,这次的变异率高达百分之百,老人们无一信念,辛普森一家还处在公园中央,他们开始疯狂逃命, 很多人秘丧当场,眼看变异的恐龙越追越多,一家人连忙躲进逃生舱,可刚行事没几步,就卡在了坑里,前面拄着拐杖的恐龙,竟是小黄的外婆,突然天空掉下了雨点,原来是爷爷的口水,丽莎圣母星再次上头,她想用爱来感化家人,没讲到,丽莎的方法奏效了,原来老年人只是想得到更多的关注, 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形式,黑心老板也遭到应有的报应,辛普森一家死里逃生,他们用爱感化了孤独的老人,注意看,这个男人化身成恶魔,竟打开了地狱大门,犯下七宗罪之人,必将受到无尽的折磨,万圣节的传统是跟大人们要糖,可小黄一行人却碰到了印茶,老人不给糖果,反而吐了一口糖, 明天的歌谣唱着不给糖就捣蛋,老人在开门时,就迎来了树发水气球弹,他气愤的表示自己是校长他妈,大家开始了疯狂的恶作剧,就算给糖果也挨揍,他们把南瓜踢到马路上,导致大货车失控,直接撞进了大厦,整座楼瞬间坍塌,恶作剧蔓延至春天小镇,受害者纷纷向大黄讨说法,可大黄表示只是孩子们的玩闹,下一秒,他也没逃过小黄的恶作剧,这时教徒内得出声, 他有办法治这些兔崽子,恶作剧已经变成了抢劫,突然,路边的鬼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,内得向大家展示做错事的后果,但却引来孩子们无情的嘲笑,内得只好向上帝求助,好家伙,他的身体愈发强大,竟变身成恶魔,内得首先展示贪吃的后果,大黄竟被面条反噬,第二动作是愤怒,只见拖拉机开始变形,一刀砍下了管理员的手, 第三动作是骄傲,医生炫耀儿子考了好成绩,却很快被大卡车撞死,第四动作是懒惰,大黄死在了吊床上,余下的三宗作分别是欲望,贪婪和嫉妒,老毛子被恕罪并凡,而地狱就是让罪人们万劫不复的地方,这可把熊孩子给吓尿了,他们保证会痛改前非, 这张吊床有多神奇,竟能复制出无数个自己,瞬间遍布世界各地,甚至地球都被他们吃垮, 大黄压垮了院里的吊床,碰巧有个商人经过,大黄一屁股坐上去,吊床带着他高速转动,近克隆出一模一样的自己, 但这家伙有点呆萌,除了没嘟起眼,小兄弟已经异常雄伟,大黄让他代替自己干活,可转眼间就被电死, 大黄扮不动自己的尸体,这时他动了歪脑筋,又克隆一个自己,将尸体扔到邻居的院子, 这个复制人也想喝啤酒,大黄之后又复制出两个, 回到家,黄妈准备上楼奖励下老公,但这种事大黄肯定要自己来,可复制人也想跟老婆亲热, 大黄又叫了两个兄弟才把他制服,十几个大黄一起给全家做早餐, 家人来之前又把他们藏了起来,邻居跟他借一把电锯,克隆人跟了过去, 没想到,他竟把邻居给杀了,大黄一看闹出人命,立刻拉着所有复制人离开, 他把大家拉到偏僻的玉米地,询问他们谁还认识回家的路, 然后大黄将他们歇假车,并把邪恶的魔毯丢了出去, 好家伙,克隆人轮流排队复制,但吃货的本质永远不变, 他们成群结队的啃食玉米地,所到之处村草不留, 新闻报道了此次黄灾,但大黄在家人面前却失口否认, 如果再不遏制,复制人掉赤华整个地球, 丽莎有了主意,军方出动了所有直升机, 搭载着巨型甜甜圈勾引克隆人, 总统感谢辛普森一家所做的贡献,克隆人全部死光了, 夫妻两人开始缠绵,突然黄外发现大黄没肚脐, 他竟然是克隆人,没想到,真大黄第一个掉下悬崖, 这个男人杀了死神,竟创造出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, 他愚蠢的行为惹怒了上帝,辛普森一家来了位不速之客, 正是灵魂收割者死神,他的死亡名单上写着小黄的名字, 小黄夺命狂奔,家人也紧随其后,死神快被这一家子搞疯了, 直接制出死亡脸刀,只差一点就要了小黄的命, 死神要亲手解决掉他, 死亡名单随之消失,大黄得知他憎恨的人再也无法死去, 便悲痛欲绝,另一边,黑帮再处决一名警方卧底, 可对方不仅安然无恙,还能给家人打电话, 老毛子在酒馆里上吊,可这一吊就是一整天, 大黄抱着死神痛哭,黄妈让他尽快处理掉尸体, 大黄把骨头倒进垃圾桶,竟穿上了死神制袍, 突然,他的胳膊变成骨头, 大黄成了新一任死神,如果不服从就废了他的小兄弟, 大黄开始照着死亡名单杀人, 丽莎骄傲的向同学介绍爸爸,老师给大家现场做了演示, 他骗流浪汉有热的饭菜吃, 小黄带着老爸看球赛,他却嫌座位太偏, 大黄竟用死神之手,杀了所有挡在前面的观众, 他们顺利的来到贵宾席,第二天,大黄又准备出门工作, 没想到,死亡名单上写着妻子的名字, 他抱怨着老天的不公,只能忍痛割爱, 大黄带着妻子的尸体爬到山顶,怒斥着上帝的胡作非为, 他现在提出辞职, 大黄恢复了原来的模样,上帝收走黄妈, 竟发现里面是他的姐姐,大黄耍了上帝, 骑着准备好的摩托车逃至妖妖,上帝立即追了上去, 可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又有钱,就放了这小子, 回到家,黄妈感谢他的不杀职人, 外星文明有多可怕,竟能轻易抽干人类的血肉, 美国首次公开UFO听证会, 其实辛普森早已预言了外星人的入侵, 1938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, 收音机是接收信息的唯一来源, 突然,电台通告有飞碟来袭, 恰巧会落在春田小镇,这可把孩子们给吓坏了, 老师却很淡定,他打开了一包烟, 让大家压压惊,电台播报的战况异常激烈, 又伴随着惨叫声,好家伙, 原来是广播员的恶作剧, 工作人员使用模拟声音配合他的解说, 此时电台收听率大涨, 他只是想通过一点刺激, 来减轻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惧, 但民众一把此事当真, 大家举着枪疯狂的向天空扫射, 他的朋友及时阻止大黄, 大黄却认为对方是外星间谍, 他已经杀红了眼, 虽然市长让大家不要恐慌, 但警察们已经放弃抵抗, 黄拉跑进慌乱的人群中, 告知大家外星人只杀人类, 他们可以装成动物, 于是大家纷纷脱掉衣服, 在泥里打滚, 大家叫了整整一天, 身体已经疲惫不堪, 这时丽莎走进人群, 告诉大家那次广播是恶作剧, 报纸上已经辟谣了, 人们气愤不已, 而大黄的身上背负了书条人命, 没想到真正的外星人观察人类许久, 现在才是发起进攻的好机会, 飞碟开始入侵地球, 炸毁了城市的建筑, 可大黄却不再相信外星入侵的鬼话, 广播员连忙向警察报案, 并让他们立即通知军队, 警长非但没上报, 还靠只飞风抓捕撒谎的广播员, 下一秒, 警长就被外星人抓起, 抽干了他体内的血肉, 只留下一副皮囊, 城市瞬间被飞碟摧毁, 但他们不准备长期占领地球, 只取走了人类的大脑和心脏, 用于日后的研究, We had to invade, They were working on weapons of mass disintegration, Sure they were!